那么下面将由黄山岩牧师从基督教的角度与我们分享如何面对新冠疫情 黄山岩牧师毕业于麦斯特神学院 拥有道学学士硕士和教务学博士 现任新加坡恩道堂主任牧师恩道学院院长 并在金链灵修神学院新加坡静信会神学院等多间机构担任客座讲师 那么有请黄山岩牧师 好的 谢谢这个主持人吉林博士 还有也谢谢这些生命房的这些同工 等一下 我突然间出现问题 好 让我再看一看 好 这样醒了 抱歉 谢谢主持人吉林博士还有生命这个生命房的同工 让我邀请我们来这里来给大家介绍基督教怎么样的来看这个疫情 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来学习探索生命 我首先呢 我想在这个疫情当中让我们大家都非常的这个恐慌 惊怕 惊怕还有惊怕病毒 惊怕这个死亡 惊怕隔离 惊怕孤独 所以这个疫情当中呢 让我们感觉到生命的脆弱 我们也感觉到生命的无常 我们也感受到生命的这个短暂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感受到的这种情绪 那么在疫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呢 如果你记得疫情这个还没有发生之前呢 我们人类呢 只想到我们人类的发展 而我们的经济发展飞黄藤达 我们的科技发展也是非常的惊人 特别我们有这个5G 有5G的这个系统呢 我们可以用远程的来这个动手术 你可以坐在纽约 但是你可以在新加坡的医院动手术 不用医生在场清零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战场上面 我们也看到 新加坡也看到一些动物的这个机器人 在做一些工作 我们现在看到机器人发展到不但他能够做家务 还有泡咖啡 还有煮煮饭等等 而机器人还可以去解开这些这个危险的物品等等 我们也看到无人飞机 今年我们也看到人类已经达到了这个火星等等 我们发现人非常的这个 非常成功 我们感觉到非常的骄傲 但是疫情一来突然间我们发现我们非常的脆弱 非常的脆弱 为什么简单非常脆弱很简单呢 这个疫情这个病毒有多大呢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了 这个我们的头发已经是很很小很细小了啊 我们的众人呢都很难去 数我们有多少个头发 但是这个病毒呢是我们头发的 啊这个啊这个我们的头发的50倍啊 就是说这个病毒小过我们头发50倍 它基本上是0.1到0.5的微米啊 micron 我们的头发就已经50micron 但是这个是0.1个micron 这么小的一个病毒使到我们全世界打乱了 所有的这个次序 你没有人想到我们能够所有的飞机都要停飞 所有的关口都都阻止都不能这个通通通通通通通 所有的人的这个计划都被打乱了 小小的一个病毒把我们全世界都打乱了 把我们的经济都摧毁了 所以今天我们发现原来我们所谓的成功也不过这是暂时的 我们成功也只是一个表面的 我们的成功也只是虚无缥缈的 所以我们想到圣经里面有一句话 有我们看到生命的脆弱 圣经诗篇里面146篇第四节这么说 他的他说人的气一段就归回尘土 他的打算当日就消灭了 是不是真的 的确是我们可以计划人生 只要我今天一段气 我就已经我们身体90%都是泥土造成的 那么我们一死呢 我们一离开世界呢 我们所有的计划都已经打打消了 我们立刻就消灭了 完全没有了 生命就是这么脆弱 那么在圣经的传道书也这么说 成土归成土 灵乃次是灵的神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我们的身体只不过是 你看到人的身体呢 基本上科学跟他告诉你 90%是泥土各种矿物质所组成的 一下子就没有了 但是我们相信人还有个灵 灵要归回那次灵魂给我们的神 我们要回到神那里 所以我们在疫情中看到生命的脆弱 我们也看到生命的无常 我们很多时候可以计划很多事情 我想明天我要做这个 我要做那件事情 但是我们所做的呢 你会发现生命一下子就流逝 突然间天灾人祸 突然间的来到 我们就已经失去了 所以如果你看到 如果这个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 911事件 一下子 那个911事件就过去了 现在的人很少想起 你有没有记得起亚洲海啸 亚洲海啸死了20万人 一下子没有人想到的 突然间他就来了 当然我们也讲到这个 肺炎 这个新冠肺炎 我们没有人预测到他的到来 也没有人我们这个手忙脚乱 突然间他的到来 那么当然今天呢 我们很多人都在讲这个气候变化 我们看到许多国家 亚洲国家出现这个水灾 我们也看到很多地方出现旱灾 我们看到全世界都出现许多的问题 我们觉得这些突然的突如 突如其来的这些变化呢 是我们不能掌控的 所以圣经里面的传道书这么说 他说无人有权掌管生命 将生命留住 也无人有权掌管死期 有些人说我跳楼就自杀 其实你跳楼不一定死 但是你后来的人怎么办呢 要处理很多你的这些问题 所以有时候不是我们 我们不能够掌控自己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像什么呢 圣经里面的雅各书这么说 他说我们很喜欢今天 明天往这层去往哪一层去 但是其实他说 其实明天如何你还不知道 生命像什么呢 生命不过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所以你看到我们的生命 就是非常的非常的 这个无常 没有办法让我们测度 那么你最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疫情 让我们看到生命的脆弱 生命的无常 还有生命的短暂 生命就是太过短暂了 你看到这一年来呢 我们发现已经有超过400万人 因着冠病而死 新加坡当然我们 感染人数已经超过11万多人 那么感染死亡人数是100多人 虽然相比之下 好像比较少 但是一个人死亡就已经太多了 所以你会发现 所以你会发现生命是非常的 这个无常 非常的脆弱 而且非常的 微小 很难的去捉摸 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 他说 人为富人所生 日子短少 多有患难 是不是我们都感觉到 的确是这样 我们的日子太转了 但是还是充满了许多的难题 诗篇里面 圣经诗篇里面 有一句话说 他说 于世人 他的年日如好像草 那么他发望如野地的花 经风一吹便归无有 这个是人这个生命的 这个虚无缥缈 这个生命的短暂 他说在原处已经不再认识他了 当一个人离世的时候 你的家也没有办法认识你 所以我想我们要学到什么功课呢 我们要学珍惜 我们要珍惜现在 要珍惜当下 你在周围的人 好像你的亲戚 你的朋友 在你周围 这些都要去珍惜他 然后你要珍惜你的亲情 家人 朋友 这些都是 都是你的 你要去感恩 你要去珍惜在旁边的人 然后呢 你要珍惜生命 要珍惜生命 那么我们要问 我们心里面都有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为什么人有这么多的苦难呢 那么我们常常都会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神没有祝福我们呢 很多时候我们平时都说 我不信神 我不信神 我也什么都不信 但是当我苦难来的时候 为什么神不祝福我 你不是说不信吗 为什么突然间神又不祝福我 我们又来换另外一个问题说 那么神可以祝福我们这个世界吗 这个就是我们要问的问题 你认为我们的世界神要 我们要求神祝福我们 请问我们的这个世界 神可以祝福吗 像我们就要回到一个问题了 这个圣经里面 创世纪里面有一句话说 神造自己的形象造人 意思说 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 然后要赐福给他们 那么他神说我造出来的人跟我一样 就是蛮有真理 蛮有人爱 蛮有圣洁 意思是他蛮有恩赐 他对人好 他爱人 他充满了这个圣洁 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的社会 如果你反观今天的社会 今天我们有很多fake news 很多假消息 你会发现今天的世界充满了欺骗 充满了诡诈 充满了假冒 充满了凶杀等等 当然这是只是提一提 当然还有很多 但是如果我问你 你是创造这个世界的神 你如果是神的话 你会祝福那些拒绝神的人吗 如果神创造你 那么你拒绝神 你认为神应该祝福你吗 所以我们基督教的教导 是神创造我们 那么我们拒绝神的时候 我们就会受到审判 但是神不愿意我们受到审判 所以他就差遣他的儿子 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 他爱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 那么他将他自己的儿子赐给我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意思是说他将自己的儿子 献上来拯救我们 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 你要悔改 你能够相信他所预备的救恩 你就能够得永生 永生就是不但是有今生 还有永生 我们就不怕死亡 就算是死亡 我们也能够胜过 我们要回到神创造我们的神那里去 所以圣经里面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那里说 烦恼苦丹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他们得安息 所以你看到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 有许多的苦难 许多的重担 许多的忧伤 很多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 主耶稣说 你来到我这里 你悔改归向我 悔改为什么呢 你背叛 我创造你就像父母 给你害生命 给你吃 给你穿 养你这么大 你竟然可以背叛我 神说回头 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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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来祝福你 来到我这里 你就能够得安息 那么基督徒怎么样来面对这个疫情呢 我们基本上的教导 就是第一 你要有祷告神 第二 你要思想神 要默想神 第三 要彼此 彼此团契 那么在这边讲到祷告神是什么意思呢 圣经的教导是说 应当一无过虑 不要担心 只要凡事 所有的事情 借着祷告 就是我们向神祷告 我们心里像说 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将你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 是出人意外的平安 突然间你心里就有一种平安临到你 有出人意外的平安 在你的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 所以我们在碰到疫情的时候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祷告神 祷告神 神是垂听祷告的 第二 要思想神 默想神 这个默想神是什么呢 要知道你所信的是谁 所以我们在基督教在圣经里面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 那么主耶稣是拯救我们的救主 我们相信他所预备 所以我们要为自己以前拒绝神来悔改 然后归向他 那么神要我们做什么呢 要我们圣洁 要我们有恩慈 有忍耐 有怜悯的心 对待我们的众人 那么圣经里面除了祷告神 默想神之外呢 我们还要呢 就是彼此团契 因为主耶稣这么讲 他说主耶稣说 我赐一条新的命令给你们 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么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 所以在这边就看到 我们人呢 不能够单独而生活 我们必须要跟我们爱其他人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 你们要爱神 除了爱神之外 你要爱人如己 所以基督教提倡我们 必须要去去做你能够的 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怜悯他们 他们有需要去帮助他们 让他们能够减轻他们的痛苦 让他们有更好的生活 所以基督教怎么面对疫情呢 要祷告神 要默想神 要彼此团契 彼此相爱 所以我盼望大家了解 我们今天呢 提到这个基督教怎么样看这件事情 疫情的时候呢 盼望大家学会珍惜的功课 要珍惜现在 珍惜当下 我们不要只是 为忧愁将来忧愁 也不要为过去一直耿耿于怀 我们要珍惜当下 我们要珍惜自己的家人 我们要珍惜自己的朋友 最重要 我们还要珍惜自己的生命 让我们能够 能够求神来 让我们胜过这个疫情 使到我们更好的我们 能够在将来出现 这个就是我简单的 跟大家分享 好的 谢谢黄山岩牧师的精彩的演讲 黄牧师真的给了我们很多的提示 这一场疫情呢 让一个不断向前的 飞速发展的整个的世界经济 突然间的他就给停了下来 这个突然间的急刹车 其实也有可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提示 他是让我们慢下脚步来 不要一路向前猛冲 去让我们有一个机会 重新审视我们的生命 去认识到生命是无偿的 是短暂的 这样子呢 在这个基础上 黄山岩牧师呢 就要提示我们说 大家要珍惜 目前我们所有的一切 不要太过的忧虑 我们很多的 常常有一句华语叫做说 我们的计划赶不上变化 所以另外一句华语就教导我们说 要珍惜眼前人 这个眼前人 不仅是我们周围的家人 朋友 同事 也包括我们自己 所以再一次的感谢 黄山岩牧师的精彩演讲 这一程 好像这个眼前人 都可以看 能够